夜幕下的停尸房 冷光灯映照着一排排冰冷的金属床铺 管理员汤姆正独自整理着标签 她的身影在光伐的地面上 拖曳出一道长长的阴影 汤姆突然停下手中的工作 她似乎听到了一声微弱的身影 她环顾四周 停尸房内除了她再无他人 但她的眉头却渐渐皱起 汤姆走向一举尸体床 床上的白布丹轻微地起伏着 仿佛有生命在下面呼吸 她的手颤抖着 缓缓地伸出去触碰那布丹 汤姆猛地掀开布丹 下面空无一物 尸体不翼而飞 她的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随即被恐惧所取代 汤姆惊恐地 不 不可能 汤姆转身想要逃离 却发现自己被锁在了停尸房内 她拼命地敲打着门 但无人应答 汤姆大喊 有人吗 快开门 背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汤姆缓缓转身 只见一具尸体缓缓从阴影中走出 她的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 汤姆惊恐地后退 直到背靠墙壁 无处可逃 尸体缓缓向她逼近 每一步都伴随着冰冷的呼吸声 汤姆 绝望地 求你了 别过来 汤姆紧闭双眼 准备迎接最坏的结果 然而 当她睁开眼睛时 尸体却消失不见 一切恢复了平静 汤姆喘着粗气 环顾四周 只见尸体床静静地摆放着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她摇了摇头 试图说服自己这只是一场噩梦 突然 尸体床上的白布丹 再次动了起来 汤姆的心脏猛闭一跳 她紧张地望向那里 只见布丹下伸出了一只冰冷的手 汤姆尖叫着 转身冲向门 却发现门已经打开 她毫不犹豫地冲出停尸房 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请不吝点赞订阅